举之说房产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一期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一本书的内容 书的内容叫做如何成大事 英文名字叫做How big things get done 那书是有两位作者 其中主要的作者叫做本特弗里维尔比 他是丹麦籍的经济地理学家 现在是牛津大学的教授 他一辈子他就专研究超大型项目的管理和决策 他就研究超大型项目 他有个著名的一个理论 叫做巨型项目铁律 这个铁律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说巨型的项目几乎都是要超过预算 几乎都是要超过超出时间的 就是绝对是不能按照预算 按照预期来完成的 那他毕生用他一辈子的时间 他就是研究这些大项目 这个成败总共研究了全世界几万个项目 然后他自己最后研究出了一套可行的 改进这些项目的规划和执行的理论和方法 那这一本书呢 就基本上是把他这些理论和方法做个总结 我为什么要分享这样一本书的内容 因为我是发现在我周围跟我做同行的 要么做总结要么做房地产投资的 就是他们不敢卖大部 他们能做的就是我考个总结执照 然后我给人卖房子 我之前每年可能大概能卖20个 我现在每年卖40个 就是这样数量的不同的增加 但是做的内容不改变 还有的朋友呢就是买出租房 因为他自己有别的生意有限级流 他就买出租房 他从2008年左右开始买 一直买到现在买很多 然后像这样的朋友 我就认识一个这样的朋友 他不投股票 他也不投其他的 他就愿意投资房地产 但是呢 每次跟我一见面就说好烦好烦 好烦好烦 那那我说你投股票吗 股票不懂 我不投 那你去做公寓吗 在两年 两年前 就这个朋友还真的跟我一块去看公寓了 因为我说你看你现在都有十几个出租房了 你这十几个出租房分身在不同的地方 你投资也投不少了 你现在手里还有钱 我就带你去看50家到100家的这个公寓 你自己首付的钱你已经有了 你去贷款 如果你贷不下来 我跟你一块去贷 你个管理经验你没问题的 因为你这十几个出租房 分布在亚特兰大各地 你都管得挺好的 招租啊 驱逐啊 修理啊 你都做得挺好的 而且你就是万一做不好的话 你做公寓还有我吗 我可以跟你一起做 这个朋友听了觉得挺有道理的 他就跟着我去看公寓 看了呢 我喜欢的他也会喜欢 但每次等到一要签合同 一要叫他签字的时候 他就退缩了 最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不要呢 你为什么不签字呢 他说我害怕 我说你怕什么 他说我不知道 我就是害怕 我说你接下来 我叫你去买十个出租房 买100个出租房 就跟你现在拥有的十几个出租房 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我叫你去买这几个出租房 你敢去买吗 他说那个我敢 你叫我买多少我都敢 因为我全知道 那我说你去买公寓 你出租房是分身在不同的地方 你这公寓都在一片 一个产权 一个维修 一个维护 你还有招住办公室 你还有团队帮你去管 你为什么不敢不敢做呢 他说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不敢做 所以我身边就会有这样的朋友 不管是做中介的 还是做房产投资的 他们一辈子 你就能看见 他们将来的方向 现在有五个出租房 这辈子到头了 他们可能会有三十个出租房 或者有可能有个风吹草动 五个出租房就变成三个了 数量上上下波动 但是他们做的事情 不会有多大的改变 为什么没有多大的改变 因为他们不敢去尝试 他们不敢去做 他们认为是那种 有点大的事情 他们有一点怕 那我给大家分享这本书呢 就希望是对这类的朋友 有帮助 就什么东西都有方法论的 做什么事情都有可能的 像做房地产 如果你想做大的项目 就是你的钱在哪里 你说我的钱 我自己有钱 我朋友有钱 我可以去融资 还有贷款银行会给我70% 那你的团队在哪里 我是做仓库的 我是做公寓的 有专门的专业的地产方 我有团队 那你说你的项目在哪里 你说我就在亚特兰大呀 亚特兰大周边开车 四个小时之内的 人家要卖的 想甩的那些项目 都有可能是我的项目啊 所以项目有了 钱也有了 团队也有了 这件事你能做吗 我可能还是不能做 因为听起来还是有点怕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本书的内容 我就希望对这些朋友 能够有帮助 他说呢 你要做成大事呢 你现在有方法 这个呢 是我给你推荐的八个方法 基本上是按照这个顺序来啊 第一呢 要先谋定而后动 你得先策划方案 你得先出方案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要有 找到有成功经验的人 做顾问 或者跟你一起去做 成功经验大概是什么样 你说我就想在 亚特兰大市中心 建一个五层高的办公楼 那你就找这样的一个人 就刚刚在亚特兰大市中心 差不多的位置 建了大概五层到十层 这样的一个人 他刚建完一个 出租啊 你去看 建的都挺好的 你就找这样的人 这是第二 就找有成功经验的人 做顾问呢 或者跟你合伙 那第三呢 你的规划也有了 你的团队也有了 顾问也有了 那接下来呢 你把你的方案 要到处去跟人说 任何可能给你提供 有价值 反馈的 你都去跟他们说 你找人去给你提建议 你不断的在优化你这个方案 下一步 第四步就是组建团队 你这时候你要团结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能促使这件事成的 你说我做成这件事 这就像一个拼图一样 总共需要多少块拼图啊 需要十块 十块我现在啊 从第一块到第十块 每块都是什么 我现在已经有谁了 我还需要谁呀 你就按照那个功能 你按照你需要的 你去组建这个团队 下一步呢 就是你尽量要把这个事情做到模块化 模块化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就是你把你要完成这个大项目 要层层拆解成一个具体的步骤 就像你看一个人体 就一个人体 有大脑 有四肢 有躯干 能呼吸 能走路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有机体 人体是吧 神造的 这个人 那你看人 实际上最后拆分 最小的模块是什么呀 最小的模块就是细胞 然后你要是知道后边 关于人的这个模块 关于细胞的这个知识的话 你会很荆棘的发现 所有的植物 所有的动物 所有的人 大家实际上基础单位都是一样的 就是细胞 这些细胞组成了组织 组织组成不同的系统 不同的系统有不同的功能 那你去建这个大项目呢 你也尽可能的把拆成成 不同的模块 等到这些模块都拆分成的时候 你会发现 所有的事情 就是这个模块不停的累积就好了 跟你这个事情大小 那个难度已经没有关系了 比方说你说我要建100层的楼 跟你建3层的楼 那个难度 是不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因为每层需要的都是一样的 每个都需要屋顶 每个屋顶都有屋顶的材料 一条一条的 每个建筑都需要外墙 这外墙都是水泥板一条一条的 每个房子都需要木框架 或钢底水泥的框架 每个框架也都可以拆分成一条一条的 所有的房子都需要空调 所有的空调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你层数越高的时候 你需要的机器越多 所有的房子都需要窗户 每个窗户都是标准的 你只不过是三层 可能是需要100个窗户 30层是需要 1000个窗户 窗户会需要更多 就是你要把你做的这个事情 具体就拆分成具体的模块 就像拼乐高一样的 最后这个房子会建成了 整个这个大楼会完成了 完成了 你就是你细看的话 就是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累积出 把这个大项目给累积成了 在下一步就是在整个施工的过程中 落地的过程中 一定是要慢思考 好好想 快行动 为什么要快行动呢 因为材料会变 因为政策会变 你是搞工程的 如果你不是连续做 不是行动很快的话 你就连你的电工 你都留不住 如果你这个楼 你说我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项目 我要建一个摩天大楼 巴士层高 在亚特兰大市中心 然后你这个项目 比方说电工进来工作的时候 你说我这动作特别快 我攻击从来不拖延 只要是做完了 马上到下一步 马上到下一步 那这样 你的电工 你的水管工 所有的人都知道 我要什么时候做我的事情 然后到那个时间 他团队一来一做就好了 你如果行动一慢了 一拖拉了 突然政策变动了 突然材料买不到了 突然有恶劣的气候了 你突然你这个可控的不可控的 造成这个延期 结果你会发现你水管工都跑了 因为水管工说 我不能眼巴巴的在这等着你 你告诉我呀 每个月初一的时候过来干活 每个月十五的时候过来干活 或者说初一十五我都不知道 你要等我通知 就你连工人你都留不住 还有就说做了大项目 他研究了几万个项目 就是如果你要行动一慢的时候 会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糟糕 就比方说 我能想到的一件事 你这个楼 如果是80层高的 你本来计划说两年就完成了 结果你拖了八年 你拖八年 你就知道 你房子里建好的时候都可能有煤 你上面的屋顶一做好的时候 要立刻下一步就要封上 你的墙一做好的时候 立刻就要封上 外墙就要封上 如果不封上的话 因为是暴露在外边 下雨的时候 刮风的时候 树倒的时候 都会伤到你这个房子 雨会进去的 下雪 雪会进去的 你如果不及时封上 里面不能保持干燥 你工期拖的时间又比较长 那个霉菌就可能会涨了 就连这些事情都会发生 在一起步呢 就是在整个施工的过程中 你还是要保持动态调整 不停的油画你的步骤 不停的油画 你这个微调还是要做的 第八步就是不停的复盘总结 过去发生什么 接下来要做什么 你要不停的复盘总结 好 这是他给出的 就是说怎样做成大事 他给了这样八个方法 所以就说做大事能不能做呀 能做 如果你把它变成文会化 你就知道你建二层楼 就是二层楼的事情 那你现在想要建二层楼呢 就是把你做二层楼的这个事情 再重复十倍 往上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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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做成了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理论 那做大事是有方法论的 所以那你就知道你行的 但是你要找到那个合适的项目 又有利润又有前景 你又能搞得定的 然后能够模块化的 你能搞定的 那如果万一你要做了呢 你在整个过程中 你得方向很明确 你得有方法 这个大事小事都是一样 就比方说你是 是肆体不勤 无骨不分 你从来没做过事情的 突然你老婆说到后院 我要买鸡 你帮我建个鸡窝 建鸡窝这件事你会吗 你不会 然后你就说 那我去YouTube上查一查吧 然后YouTube上一查 真的有人录录录像 一步一步告诉你怎么做 那你就按照那个去做 隔了一个星期 你鸡窝可能就做好了 就你要做什么 你方向要明确 然后你在做的整个过程中 有信心你能搞定这个事情 你的状态 状态永远都在线 你知道我接下来干什么 我想要干什么 我还要搞定什么事情 然后你会碰到困难的 人会跑的 材料会丢的 你的审批会批不下来 你会碰到这样那样的挫折 在这挫折发生的时候 你心态不甭 你有信心 做大事吧 这么大的事 那是常人能做的吗 是你能做的吗 结果你现在你都快做成了 一定是不容易的 那在这本书里呢 他还给了11个建议 11个他自己的小经验 第一呢 确保大事做成 你要雇佣一位建筑大师 这是大师级别的 你不要在这上省钱 你要选非常有经验的人 或者做你的顾问 或者就过来帮你管项目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你要组建完美的团队 你就说我这事情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这个项目要完成的话 我得需要一个什么都懂的 那你就去找一个什么都懂的 你去 我需要一个找 做事情的 能把它建起来的 那你就去找 见过这类东西的 这个工头或者施工队啊 你说我需要设计啊 那就去找个设计师 你要组建完美的团队 在下一步呢 你在决定买什么 做什么 设计图出来的时候 你要多问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 为什么要雇这个人 多问为什么 就你做这些事情 你一落地了 一开始花钱了 你想这样做 你的初衷是什么 你想达成什么样的目的 第四个呢 建议就是说 你的你在做大事情的时候 你要用好乐高极目 那种理念 就是做好一个最小化的单元 然后不断的去复制 这样的话 就是简单复制嘛 成功的概率就大一些 第五个就上面说的 要慢思考快行动 第六个就是要采用外部视角 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看看别人是怎么想的 因为你自己在定这个事情 你花了很多精力 你立项 你想做的时候 你自己就有感情了 你花的时间越多 你自己就有感情了 你看这件事 你有你的感情 你有你的 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事情 你都不知道你不知道的那些事情 你有你自己的局限和误区 所以如果方案出来了 如果你想做的时候 你做分析的时候 你试着用外部视角 或者去问问别人 看别人是怎么想的 怎么说的 这样能避免你的局限 你的弱点 所以这件事 造成的负面的影响 下一步第七点 就是你要注意你自己的缺点 如果你是一个特冒进 特理想派的人 风险控制差 那你就在风险控制这块 你要小心 你要注意一点 如果你自己是个胆小怕事的人 你这辈子都到50岁了 从来都没干过大事 卖不开布 那你就小心 你自己不要你 你自己这种性格 影响到这个项目的施工 项目的进展 那第八呢 就要说布 然后走开 如果你看到 你做了精调 你分析了 人家跟你说的天花烂醉 你也觉得这个东西 是个香伯伯 是个大项目 但是直觉就告诉你 通过各项的分析 或者第三四角 别人告诉你 你就说这个不行 这个超过我的承受能力了 我搞不定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 你就说不 然后走开 再不想这件事了 因为做大事 没那么容易的 还有你只要是花时间 花钱进去了 你这个成本 你就有机会成本在里头 你自己要记着说不 然后走开 要避免诱惑 第九点呢 就说你要光交朋友 并且要经营好这个关系 要维持友谊 那这些朋友呢 比方说都是有资源的 有想法的 有价值的 在你需要的时候 在你做大项目的时候 在你需要他的支持和他的经验的时候 他会敞开心 跟你说 他会帮助你 第十 在规划很大的房地产项目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气候的变化 现在极端气候 极端天气 这种发生的概率越来越多 你在做规划的时候 你在规划时间的时候和成本的时候 要把极端天气情况要考虑在内 第十一 最后一条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就知道在做大项目的时候 最大的风险是你自己 你要控制住你自己内心的贪欲 你自己要知道你自己的局限 你自己的弱点 你 人常说啊 性格决定命运 说最后 像如果你是做房地产 最后你做的大不大 不是你这个人行不行 你能不能干 是你自己这个认知 你自己这个能力 你自己这个局限性 能够限制你最后能走到哪一步 所以在做大项目的时候 你就知道最大的风险是你自己 你要控制住你自己内心的贪欲 你要 你要小心你自己那些弱点 对这个项目的影响 好 举之说房产 这是这一期我想跟你分享的 像到我们这个年龄了 像我们这种情况 我们现在多半都是衣食无忧了 然后这个年龄也到这个年龄了 你自己就会有很多的想法 有的人可能就说 哎 我现在终于熬到现在了 我也不用拐小孩了 我自己也自由了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就想走遍全世界 那你就去走遍全世界 那有的人就说 哎 我自己现在 我这一辈子该做的 该吃的 该弄的 我都做了 但我现在有点遗憾的 就是我这辈子过得不够轰轰烈烈 我现在可能还有二三十年 我想抓紧时间做点大事 想干点轰轰烈烈的大事 那你就去看看这本书 因为你都到了五十多岁了 你大事还没干成 你可能得需要想一想 为什么情况处在哪了 你看看大师怎么说 你去看看这本书 好 这是这一期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那我希望我分享的对你有帮助 如果接下来你对养老 如果你对投资房地产 如果你对我的视频 你有什么任何的想法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在我的视频标题栏的下面 也有一个链接 在那个链接里 如果你点击链接 提交你基本的信息呢 我的助理会加你进我的微信群 我们可以在微信群里 去讨论房产投资的事情 我可以在这里